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 歡迎來到方舟滅絕 今天,我們要來挑戰第二隻泰坦 冰泰坦 這個方舟滅絕的泰坦呢,總共有四隻 現在呢,我們現在所看見的這一隻呢 是我們的沙漠泰坦 老頭上一集已經把它捕捉完成了 非常的大隻,各位看見了沒有 我現在在他的嘴巴前面 我就這麼的小小玲瓏 小小小不辣雞的一隻在他面前 根本就沒辦法填飽他的胃 對他來說,我可能只是一顆巧克力球 就是,完全沒有辦法餵飽他 可見人類是怎麼的渺小 超大隻的,有沒有 上一集抓他抓的還蠻辛苦的啊 因為呢,不知道要怎麼馴服啊 還不小心殺死了一次 好,如果你們有興趣呢,可以看上一集的影片 今天這一集應該是第九集是不是 還是第八 總而言之呢,就往上推上就可以找得到 沙漠泰坦這隻影片了 好不好 那麼呢,今天我們要去抓 不是抓,也算是抓啦 也算是抓啦 我們今天要去抓冰泰坦 冰泰坦捕捉的方式 應該跟這個沙漠泰坦大同小異 老頭想要運用我們這個麥克機器人呢 來做捕捉的動作 那這麥克機器人的話呢 唉唷,笑一笑 這麥克機器人的話 老頭呢 用了這個German呢 然後弄出了一個 傳說級的麥克機器人 有沒有看到這傳說級的這個整集就421 以及這個什麼,血量600% 然後 五百六七百三 好,六百傷害之類的 好,然後再搭配我們這個傳說的這個 長管砲台 好 有看過上前面幾集麥克機器人的那個 試玩喔 應該就應該知道這個是拿來幹嘛 這類似的破擊砲啦 好,老頭為什麽想要用破擊砲 而且是用傳說的呢 因為呢 冰泰坦他也算是就是 跟沙漠泰坦一樣要擊中特殊部位 去消除掉他腐敗的那個東西 才有辦法馴服 那想說 既然是陸地上的泰坦 那我們就用陸地上的機器人跟他較量 然後呢 跟他較量之後呢 試試看用這個砲台 會不會打快一點 希望不要是傷害有一滴了 因為如果傷害一滴的情況之下 我是覺得還蠻痛苦的就是了 好不好 不管了,反正呢 就是先這樣子 我們先把我們這個傳說機器人招案出來 看一下攻擊是如何 哇,出現了 哇 變成紅色的餒 這一隻一整隻變成紅色的餒 我靠 我看一下 421級 血量多少 84 哇塞 這攻擊力 好 我們就用這一隻來打冰泰坦 射 哇 傷害927 927 927 啊 哇 我這個 我這個 背在空中 哦 消耗的能量還蠻少的 欸 攻擊啊 哇 尻下去 1996 哦 行耶 來 我們來試試看裝備這個 裝上去之後 然後 傷害是多少 走開哦 少跟我們弱力發說 好,我們來試試看 嗯? 欸,奇怪,我不是有裝子彈嗎? 我這邊是有子彈 他怎麼沒有填裝 啊 這些要放在機器人身上了 啊 I'm sorry 啊 這個 C開頭了 CA CA 全部轉移給他 欸 對 水 試試看試試看 傷害多少 4500 是不是 是4500嗎 是不是 再掰一掰看看 靠用 沒發到 擋住了 蹦 800多 算了 勉勉搶搶算可以啦 那種傳說的這個砲台打下去至少4000多左右 然後能量方面的話 我看一下哦 能量碎片 能量元素片給他一下好了 這樣可以讓他不定時的補充 走開了 揍人了 好的 待會我就直接開這隻太坦進去哦 那我先給他吃一下我們的傳送 以防萬一 給他們吃一下傳送 好不好 然後這隻暫時就先傳回家讓他休息 我們接下來呢 要去的地方就是我們那個冰哦 那個冰島 就是我們這個地圖呢 這個右上角這個冰島 好 那麼一樣也要去拿神器齁 啊 那那個神器的話呢 果不其然 跟沙漠 打沙漠太坦的時候一樣 放在他那個 副本的旁邊 就一個很隨便 也不把他放在很難找的地方 就超級隨便的 好 所以說待會我們應該會過去那個地方 然後順便拿一下我們的神器 然後基本上面意外應該就可以開始打了 那那個位移的方向是在上面數下來20 左邊 呃 左邊往右邊數62的這個位置齁 我們待會就直接飛過去 好 我們就過去之後呢 就可以 應該可以找到我們要的這個 雪山的洞穴吧 好不好 好吧 廢話不多說 我們前進吧 好 就是這個地方了 哇 這個地方就有雪人欸 還有獸頭獸欸 嗚嗚 還有熊欸 哇嗚 獸危險的 阿神器在哪裡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先去找到 副本的 副本的門 然後呢 再去找一下神器的位置 阿應該是這裡啦 我看到這個平台了 有沒有 喔 常常的這條路就是平台的阿 我是怎麼過來的 我都不知道了 哥到底是怎麼過來的 呵 呵呵 是這個吧 喔 找到了 找到了 可是我們沒有神器阿 神器也要在這個洞穴裡面找阿 喔 冰泰坦 在這邊 喔 他要的神器呢 在這附近 我們這邊剛好先 有先把它放進去好了 喔 我都忘記先講了 他要這個 疾背龍的這個背疾 然後還有我們的 鐮刀龍的爪子 以及這個 腐敗的心臟 喔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神器 不過呢 在去找之前我先存個檔先好了 奇怪 到底在哪裡阿 我看網路上的攻略影片 就在這附近阿 而且就在這裡 一個很大的紅色石頭的旁邊 阿怎麼沒有看見 欸 阿出現了 阿之前來這邊繞好幾圈找不到 阿現在就給我出現是怎樣 哇賽 阿這什麼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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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要來殺我了 幹什麼東西 別 我怕阿 不要殺我 我不好吃 小廢物 好了 不管了 入手入手 阿各位 如果你們要找神器呢 阿 阿神器在這裡 這個 紅色的水晶 這個位置 阿一個紫色的神器在這邊 我奇怪剛剛這邊逛了八千圈 阿八千圈 哈哈 逛了八千圈這麼多 找不到 好不好算了 沒關係我們已經湊齊了 哇喔 蹦 帥 好 我們的麥克機器人來了 然後呢 輸入一下尬的模式 上帝 這樣子就不會往生了 絕對不會往生 好的 存個檔 準備了 登登 好 哎呦 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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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打誰?我靠我靠我靠我這太誇張 我要怎麼攻擊他的部位阿?我還看不見他的部位,他到底多少血? 這叫他多少血阿? 他沒有攻擊我耶 我想要知道他多少血量你知道嗎? 三萬五 三十五萬 好喔 看到在那裡 是他的後腳跟 是他的後腳跟 我要打後腳跟他後腳,他落點在後腳 先以右他攻擊 對 唉唷 打他,不要一直轉彎啦 瞄準你的角角 有嗎 六千多 不行,會把他弄死 有 一滴 才一滴而已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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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發 射爆他 來 撐他 撐他 揮擊的時候 往前衝刺 很可以 有 沒有 到底還是沒有 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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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成功 喔,傷害挺高的嘛 他是發怒 他是發怒了 走開 另外一個部位,我看見了 在他的肩膀上面 在他肩膀上面 在他肩膀上面 架好 中 打到頭啦 他現在可以攻擊了 有了 耶 剩下最後一個了 哇 最後一個打掉了 他最後一個在他的胸前 他的胸前 我的胸前就好辦了啊 喔,這樣就很好打 這樣就很好打 真的 胸前真的比較好打 瞄準一點就好了 有了 有有有有 這個很快 應該是不自己把他射死啊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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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快醒醒 想想可樂果 想想可樂果 還記得那可樂果的滋味嗎 快點 梳醒吧 不要再沉睡啦 你正在摧毀的是你的家鄉啊 是你的故鄉啊 呀 有了 耶 耶 boy OMG 成功了 成功了 死 bit 他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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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在打誰啊 哇 幫你補血一下 這家我需要一隻強心爭 歐歐歐 哇 可以把BGN關掉了 這隻好好馴服喔 跟那隻沙漠泰坦 差實在太多老天啊 欸超大隻的 給各位看一下我們之間的差距 這就是差距 這就是差距 而且他被馴服之後 立馬就會有按在上面 然後他的頭馬上就會有一個 泰坦的頭盔 有沒有這就是差距有沒有 哇超大隻 啊 oh my gosh 夭壽 來立馬騎上去玩一下 oh yeah 哇 上面一個大平台有沒有啊 我的座位在哪裡啊 欸在裡面欸 喔這裡面有個駕駛艙是不是 喔沒有 頭頂圓頭頂上 脖子那邊有個駕駛艙 好我們動 這什麼 空白鍵按住 空白鍵按住 喔跳過去 哇跳跳虎欸 動動動 這傢伙血有四十三萬 四十三萬六的血 厲害厲害 厲害厲害 然後右鍵按住一樣有準心的顯示 欸 右鍵 右鍵按住一樣有準心的顯示 然後按左鍵會怎樣 嗯 C鍵 噴冰霜 施展冰霜之術 右鍵放開 吐 吐什麼 吐剩菜剩飯 吐這個冰太坦的剩菜剩飯 我吐那邊好了 有點噁心欸 哎呀 吃太飽了喔 一顆加冰飛過去有沒有 哇速度超慢的 但是 被打到的 你看被打到敵人瞬間冰凍了 到現在還沒有起來過欸 他被冰好久喔 我看一下是被冰很久 那我看一下 我還可以在上面爬 欸永久被截動欸 到現在他們還沒有醒來 還是已經死了 好好奇喔 我們看一下他有什麼 哇靠 哇前面那幾拖直接掛掉 然後剩下的 正在串洞當中 一開始劍是什麼 沒有喔 左劍 右腳蹬 再來左劍 右腳 右手蹬 右手蹬 啊不是有一招 往前揮擊的嗎 沒有被列入進去嗎 那體型大相對的速度就慢正常的啦 各位看見沒有 冰太坦的威力 帥爆 喔 我光輕輕的走個路就把他們踩的不要不要 你看被踩死了 三百滴 還有什麼 雙掌 他的左劍攻擊的動作是隨機的欸 我感覺出來 你看一下左腳一下右腳 前前後後 有沒有 我 我剛剛按向前攻擊 貌似會雙手舉 我再試一次 這個跟方向沒關係 真的是隨機的 真的是隨機的 然後我試試看跳躍 我先噴一波 按錯了 我先跳過去 前面那一隻 是 猛馬相嗎 抓到了 你當鬼 哇 他可以跳更遠就好了 他可以跳更遠的話就好了 他可以跳更遠的話就好了 我們看會跳這邊 我怕我等一下被那個給電死 還是不要過去那裡好了 超危險的 超危險的 好 但相對的這隻就走路非常的慢 他好像沒有跑步的這個 機能的樣子 單純就只能走路 他連轉彎都慢欸 他連轉彎都慢欸 按下SHIFT他沒有跑步欸 他就是 單純的走路 跟那個泰坦巨龍差不多啊 好像每一次泰坦都這樣子不會跑步的樣子 沙漠泰坦不會跑步 冰泰坦不會跑步 那下面那兩隻 後面那兩隻應該也不會跑步了 好吧 OK 終於成功馴服了我們的 泰坦 冰泰坦巨獸 好 我們把他帶到空地去一下好了 我跳 往上跳會怎樣 這樣跳跳稍微遠一點 很可以很可以 如果打PVP的話 這一隻從上面飛蟹來 哇靠那個 敵人的部落早就淪陷了吧 欸我真不曉得這個 多人連線伺服器的PVP啊 這樣子玩有沒有搞頭啊 啊 馴服泰坦的人直接這樣子跳一下 就爆死了啊 對不對 實在是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好吧 我們今天成功的抓到了這個冰泰坦 那麼下一集呢 依舊我們繼續其他的泰坦吧 把他全部打完 然後之後呢 就準備要邁向我們這個滅絕的結結局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邁向結局之後呢 這個滅絕系列差不多也可能就結束了 不會再繼續拍了 除非有新的內容 不然的話基本上是不太會啦 就頂多中裝模組而已 好不好 好吧 那麼這就是我們的冰泰坦 希望你們會喜歡 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呢 記得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學會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滅絕再見面了 掰掰 我是老頭